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城市设计VB 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到了城市设计Visual Basic的时间了 在前一个讲次我们介绍说 如果你要把输入跟输出显示在我们的表单上 就是这输入跟输出的界面 所以这个讲次我们就针对输入跟输出的控制项建立 如何建立然后怎么样来撰写城市 有哪些属性应该要注意的 好我们就在这个讲次来为各位同学详细的介绍 首先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讲次的主题跟单言目标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输入与输出控制项建立与属性应用 PART ONE 好的那我们有四个单言标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说明控制项建立及属性的设定 好什么叫标签呢 使用标签控制项就是Label的主要目的为在表单上 对于输入资料给予操作的提示说明 或产生我们的输出结果 所以它应用在输入跟输出方面的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个 这是我们所建立的表单上面 有输入跟输出 还有我们上一个讲次所接着按钮 好各位可以看一下目前本金年利率年数输出 这个就是标签控制项 这个是在提醒各位输入资料的一个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建立呢 想要在表单建立标签控制项的方法 移动滑鼠游标到工具箱标签控制项的图示 就是Label按一下 再移动滑鼠游标到表单上 拖曳建立标签控制项 建立之后这个物件的text 就是标题文字跟name 就是物件名称的属性值 都为Label1 当然名称可以自行命名更改之 好再来我们来看我们到工具箱 左边的地方按一下Label 拖曳到我们的表单的适当位置放下来 这时候产生了Label1 这个Label1就是六个字 有做自动调整 所以等一下我们讲一个属性 AutoSight它会自动调整 你拉多大都没有用 因为它有自动调整 AutoSight是订成True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text的议设标题名称 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属性 就是text alignment 就对齐方式 就是我们设定标题文对齐的方式 好我们先来看 1 2 3这个就是top 就是上方 那有靠左Lap Central至中 Right靠右 意思是topLap 中间的地方456就叫middle 好 MiddleLap中间靠左 MiddleCentral中间至中 MiddleRight中间靠右 底部的地方789 这是Button ButtonLap下方靠左 ButtonCentral下方至中 ButtonRight下方靠右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1表示上方靠左 5表示中间至中 9表示下方靠右 好AutoSight老师特别强调自动调整大小 处表示会自动调整控制向的大小 所以你拉多大都没有用 Level1就是这六个字 它大小 如果你把它设定成False了 你就可以调整了 不会自动调整控制向的大小 会依据你所推移的大小来做 好第二个 接下来是Bord style 边框样式 设定标签控制向的框线样式有三种 第一个Lun没有宽线 所以有时候我们 没有框线的地方 不晓得那里有一个物件 Fix single单线固定 Fix 3D立体固定 逆设指是没有框线 Lun Text就是我们的标题文字 设定标签控制向的文字资料 在程式设计或执行阶段 这个属性内容亦有改变 表单上所对应的标签控制向的值 随着异动 所以它输入的地方可以提醒我们 也可以用来产生我们的输出的结果 逆设指是Level1 Name是我们的物件名称 或叫内部名称 是用于程式码中辨识物件名称使用 逆设指是Level1 所以标签控制向前导是用LVL开头 再加上它的单字作用 第一个字母为大写 好来组成 譬如说我们显示结果的标签 设为Level Show 所以我们书上 Super有的标签 都是用Level Show比较多 几乎因为Show表示显示 显示我们的结果 好那我们针对这两个属性来做说明 Text Online 先看第一个 Text Online 好这个地方是Context Alignment 点Top Right Top Left就是上方靠左 好那没有框线 所以Bottled Style设定成Name 第二个同学可以看一下 Text Online呢 它等于Context Alignment 点Middle Center 中间至中 但它框线是单线固定 所以Fix Single 右下角的地方 Context Alignment Bottom Right 底部 但是它是靠右的 然后它是有Fix 3D 因为Bottled Size 有立体固定的这样的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于第二个单元 讲解标签控制项实力的一个探讨 这实力的题目是这样 程式执行时 表单名称 我们要先改第一个物件去表单 表单也是一个物件 名称设为什么呢 交互显示作业 还有三个按钮控制项的名称 标签控制项不显示任何的资料 好 就像这样 我们总共有六个物件 第一个我们要改表单名称 叫交互显示 两个标签控制项三个按钮 按下第一个按钮1 在第一个标签控制项 以蓝底黄字 好 我们前一个讲是有讲Color 我们就用Color方式来设定 大小是4 显示欢迎写起这四个字 第二个标签控制项 不显示任何的信息 好 我们下按钮1 这时候在第一个标签项 用刚刚老师讲 蓝底黄字来显示 大小是14 好 按下第二个按钮 就是按钮2 在第二个标签控制项 以红底白字来显示 程式这些V9 空一个Basic 第一个标签控制项 欢迎写起的 不显示任何的信息 但如果按一下结束 你会结束程式的一个执行 好 这时候我们按一下按钮2 好 那同学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已经变了 第一个标签控制项 没有显示任何的 用灰色的 第二个标签控制项 显示程式设计 V9 空一个Basic 好 当然按一下 第三个按钮结束 你就会结束 整个程式的执行 回到我们的V9 Basic的整合视窗 好 那我们设定出值呢 我们都会写在 412的这个事件 里面 好 一开始 wellcome就是欢迎写起 背景 backcolor 设定成color.gray 为什么要这样设 gray的意思就是灰色 让它变成没有显示任何字眼 那 另外一个VB LV LVB backcolor color.gray 好 按下结束 停止程式的执行 副叫谁 Vtn and click 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程序里面就是end 好 按一下按钮1呢 好 button1 click 首先我们把 wellcome就是欢迎写起的text online 设定的context alignment 的middle center 至中对齐 它的背景呢 color.blue 题目上规定是 南底黄字 所以前景就是黄字 erro 好 自行呢 好 new form 新细 大小 14 因为写不下 所以空一格底线 form style.regular 标准的 那我们的内容呢 就是标题文字 label welcome.text 等于欢迎写起 好 那我们另外一个呢 还没有显示出来 刚刚虽然已经色了 但是我们建议同学 还是把我们另外一个VB LVLVB点 backcolor 设定成color.gray 就是变成灰色 然后里面是空字串 算以后 算以后中间 没有就是空字串 好 这是我们按下按钮1的执行的结果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按下按钮2呢 我们就孵架了 VTN2 click这个事件 事件程序是这么多 首先把VB LVL Nable VB.text alignment 是content alignment 点middle線 中间 置中 就是置中对齐 LVLVB.backcolor 设定成color.red 红底 然后白字呢 白字要设谁呢 设前景 forground 等于color.white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设定呢 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字型 因为题目上规定 星系名体大小14 formstead.regular 就在font里面设 在设定这个 LVLVB.text 就是这个第二个标签空 的一个标题文字是 程式设计 Visual Basic 那原来第一个欢迎 写起 welcome.backcolor 设定color.gray 冒号 Nable welcome.text 空字串 它就不会显示 任何的一个字言出来了 好 我们按下按钮2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按钮2呢 我们就产生了 用红底白字的方式 显示 我们的程式设计 Visual Basic 好 第一个阶段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讲解 下一个单元 好了 我们刚刚也讲解了 就是说 这个单元就是标签 接着我们再来讲 讲解的这一个实例呢 就是标签 它具有超连结 好 那就是我们讲解 超连结标签 控制项的一个建立 好 在Visual Basic语言里面呢 可以使用超连结标签 就link label 这个控制项 除了具备有标签控制项的功能 标签控制项是提醒我们输入资料的信息 或显示我们的结果 并且它可以用来设定超连结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呢 北三空院二专它有超连结 北三空院二级有超连结 联络我们就mail 还是新接龙 这些都是有超连结的功用 所以超连结的功用呢 下面都是一家底线的 好 我们来看我们怎么建立 这个超连结标签控制项 移动滑鼠 游标到工具箱 超连结标签控制项的 link label 这个图示按一下 在移动滑鼠游标到表单上 拖曳建立超连结标签控制项 建立之后呢 它的text的标题文字跟name 内部名称或物件名称的属性 逸色值就是link label 1 当然名称可以自行命名在更改之 好 我们首先在我们的工具箱里面 找link label 好 那拖曳到我们的 那个表单上 好 逸色标题文字 刚刚老师也讲过 它就是link label 1 好 内部名称也就在link label 1 好 我们先来讲它的属性 第二个属性 active link color 超连结的颜色 设定当指标在超连结标签控制 向上的时候 还没有按下 还没有放开的颜色是红色的 你可以改其他的颜色 逸色只是红色 link area超连结的范围 像刚刚同学可以在这个地方 北商空宴二专的地方 怎么去设定 好 我们设定超连结的标签控制 文字的范围 有超连结的功能 就二专值有超连结 你按北商空宴都没有用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属性 视窗设定 就在link area里面的设定 它的依法是start 逗号lens 代表是起始的位置 因为水位值从零开始 lens是长度 所以我们用二专设 零一二三四 五 就第五个 第五个开始 然后呢 我们要两个 那预设只是零多号时 好 再来呢 link color连接前的文字颜色 好 设定超连结 标签控制项 文字上其实的颜色 好 比如说这是蓝色 好 再来呢 我们介绍link behave behave 好 就是设定的超连结 标签控制项 文字上是要不要加底线 好 刚刚同学也有看了 好 我们system default系统预设 always 永远要加上underline底线 停留的时候 hope underline 文字在那边才加底线 指标在那个停留的时候 never underline不加底线的 好 linked visited 就是我们超连结 拜访之后它的颜色 设定当超连结 标签控制项 文字被点写就拜访过 是否要改变我们的颜色 标示已被阅读不过 意识只是force 是不会改变颜色 你可以把它改成tree就可以了 好 visited link color 以超连结之后颜色怎么样呢 好 在linked visited 属性设定层处 刚刚老师也讲过 因为阅读过 我们可以设定 已经被点显过的超连结的颜色 比如说设定层紫色 好 这二专表示我们点显过了 现在已经拜访过了 它是改变它的颜色叫紫色的 好 再来讲解是超连结 标签控制项常用的事件 当使用者在超连结标签控制项 按一下就产生 linked click 好 这个事件 那你必须在linked click这个事件里面 写我们的事件程序 然后可以使用process star 的方法来撰写程式码 呼叫这个超连结 好 我们来看这个超连结标签控制项常用的一个事件 我们来看第一个超连结某一个网站 比如说超连结到北山空院网址 http 冒号双斜线l.ntcb.edu.tw 那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process 点start 好 那这边就是我们后面的网址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范例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北山学院 那一个空中技术学院二专的一个网址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呼叫小算盘怎么办 我们想要超连结到某一个执行档 这就是一个执行档 或一个资料档 比如说超连结到小算盘 那小算盘的执行档在哪里 c巢 好 那我们资料夹叫windows 之下system32的资料夹 calc.es 这是一个执行档 好 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小算盘了 好 第三种方式超连结到某一个email的信箱 好 email通信协定是mail2冒号 所以process.start 前面夸我一下mail2冒号 好 比如说lsby at mail.ntcp.edu.tv 就可以发信到这个老师的信箱里面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outlo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文字方块控制项的建立 在visual basic程式中 标签控制项只能显示信息 无法输入资料或更改所输入资料的处理 所以文字方块控制项就textbox 可以显示文字并且提供输入及修改资料的功能 除了显示还可以修改资料 这是文字方块textbox 好 我们来看我们现在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 我们刚才讲这是我们表单名称 这是我们标签控制项 这个地方后面这个地方就我们输入资料 所以我们输入就是文字方块控制项 计算跟结束是我们的按钮控制项 好 我们怎么样来建立呢 首先移动滑鼠游标到工具项 工具项文字方块控制项就textbox图示按一下 在移动滑鼠游标到哪里呢 到我们表单上都会建立文字方块控制项 文字方块建立之后呢 这个name的议设名称是textbox 但是它的标题文字text的属性 意思是控制项 好 我们来看 左边的工具箱里面找textbox 拖曳到我们的表单 适当处放下来产生的文字方块控制项 同学记得在这个地方 它是单列式的 如果你要多列式要按这个 往右边这个三角形 就可以打勾变成多列式的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改变我们的一个宽 不能改变我们的高度 只能改变我们的宽度 好 我们来看它的议设标题文字 是空字串 好 内部名称是textboxe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把它一个单列式 就是Marty Cullen单列式 我们来属性来介绍 第一个就是max length 这两个单字组成 所以两个max maximize 最大值 最大值 length 长度 所以用两个英文单字来组成 设定文字方块控制项 可以容纳最多字严数 好 0就表示长度不限制 最大 3 2 7 6 7 Marty 9就是多列 设定文字方块控制项的文字 超过所设定的宽度的时候 可以是显示处就是多列 force就是单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溢射指是单列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方式 好 这是Marty 9 好 第一个地方Marty 9等于force 所以它是单列的 那其实呢 这个地方还有我们网架写的地方 它是一个所谓我们的多列的一个情况 好 接着我们再继续来讲 说是password character 设定文字方块控制项的文字资料 使用输入设备 比如说滑鼠 比如说键盘 在输入资料的时候 所介入的字眼不会显示出来 改由其他的符号 比如说信号 常用在密码 所以我们在ATM自动提款机的时候 你键入密码设定成8位 好 你键入的 你的密码的时候 都是用信号来代替 那我们的说法是 Text PWD 就是我们的文字方块 点password character 等于信号 这表示呢 我们输入的用信号来取代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范例 好 一开始键入密码 这是文字方块 Max Lens等于6 最大值 最大那个长度是6 好 那我们除了最大长度之外 password character 我们设定成信号 用信号显示出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属性是Text 标题文字 设定文字方块 空字项的文字资料内容 如果在程式或执行阶段 这个Text的属性值有移动 表单上所对应的 文字方块空字项资料 也随着移动 意设值空字串 Read the only 好 设定文字方块内的文字资料 是否可以更改 处不能更改 只能围堵嘛 叫Read the only 只能对文字做选举或减动 就如同使用标签控制项 force是可以更改 就没有围堵 就是可以更改了 好 name是内部名称 用于程式码中辨识物件名称 文字方块控制项前导字建议 因为Text bar 使用TST开头 再加上这个物件用途的单字 第一个单字 我们使用大写字母 比如说我们要输入姓名 那TST name 这个name第一个字是大写 意设值是Text box 1 好 接下来这个是Text online 在标签有九种方式 但是在文字方块只有我们的三种 Lapt 靠左 Centre 置中 Right 靠右 意设值是靠左 好 Score box就是卷拓或卷动 设定文字方块产生卷拓的时候 以卷拓的方式内容来显示 Long没有卷拓就是意设值 Horizontal就是水平卷拓 Vortico就是垂直卷拓 Boss就是两个都有 好 那我们在文字方块上面的Text 就是标题文字内容改变的时候 就会立即产生Text change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一定会写事件程序 产生这个事件程序不能再使用程式码 再去改变这个Text 或者会造成这个重复呼叫 Text change这个事件程序 会显示堆叠空间不足这样一个错误信息 好 不能呼叫再呼叫 接着我们再说明这个置串资料函数的使用 为什么要这样说明呢 因为在文字方块控制项 所建入的资料都是置串形态的资料 你输入123 它是双以号123双以号 只是输入跟显示都把一对双以号去掉 好 第一个如果是数值性的置串资料 要处理算数硬算呢 你必须使用一个函数叫Val Val就是Val函数把它转换 如果你要把数值资料转换成置串 譬如来做置串连接 就用String STR 就是String这个函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String这个函数 String of N 它是一个函数 所以STR就是String的意思 它的功能将数值资料转换成置串资料 当数值为正值 前面会显示一个空格 比如String of 123 那等于空一格123 这是置串 所以置串我们不能念做123 那长度是4 数值为负的时候会先显示负号 String of 123 所以是它长度也是4 负123 好 那我们来看Val 就是Val Val of X X是置串的意思 Val就是Val 就是数值 也就是说把我们置串转换成数值 当我们在输入资料的时候 它具有数值性的置串资料 把它转换成数值资料 比如说Value of 1234 这个置串 转换之后变成1234 这是我们Value的一个情况 好 Value函数呢 请转换具有数值性的置串资料 若有非数值性呢 只将数值性之前资料转换 比如说Value of EA2B 那第二个字母是A 所以后面就不转换 只转换是E 那如果第一个就不是数值呢 结果是0 这是Value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数值性的置串资料 前后有多余的空白 在转换时会怎么样 会自动舍弃的 比如说Value 好 控两格123.4 转换之后变成123.4 好 中间控一格1 控一格23.4 也是123.4 多余的空白 都会把它舍弃的 好 如果前后面都有多余的空白呢 一样还是123.4 这两个是复为法函数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做解释 65 那65是我们的数值 我们要转换成字串 用String STR OF65 转换之后它是正的 所以前面控一格65 控一格65 长度是3 好 我们要再把它使用 Value函数把它转回来 就有数值性的资料 转换之后就变成65了 好的 第二个单元 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讲下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呢 我们继续探导是 文字方块控制项实力的一个演练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 制作于简易计算器 在文字方块控制项里面 输入两个数值 选取后 你一印算的按免控制项之后 把结果显示在文字方块控制项 好 左边这三个都是我们的标签 好 那中间的三个地方 都是我们的文字方块控制项 好 15 30 那我要做什么印算呢 好 我要做相乘 得到450 也是放在文字方块控制项 那这个建议文字方块控制项 把它的一个read only设定成 处就是围堵就不能更改 好 好那这左边这三个就是老师讲过标签控制项 好中间的地方文字方块 右边是按钮控制项 好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程式 首先MUN1就是第一个数值跟 MUN2这两个单组都是权益的 可以用在其他的事件 那第一个A的B10A的click这个事件呢 我们从文字方块 我们在文字方块输入值用value转换 就是令给MUN1 好第二个也是一样输入之后做相加 然后相减一样 好我们再来看相乘相处都一样都要经过转换 从文字方块输入的资料都是自串资料 数值信前面用value转换 好最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它的结果了 老师把今天所讲述的内容就回顾 标签控制项只能显示信息 无法做输入资料或修改输入资料的处理 文字方块控制项Textbox可以用来输入资料 修改和显示文字的资料 要改变控制项所显示的标题文字 需设定控制项的Text属性 好标签控制项NAME 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内部 逆色标题是Label1 文字方块控制项NAME属性 逆色是Textbox1 好文字方块Text内容改变的时候 会产生TextChange这个事件 同时会执行它相对应的事件程序 好文字方块控制项Text的属性值 逆色是自串资料 若输入数值性的自串资料的时候 一定要用valueVAL这个函数叫value 转换成数值资料 才可以处理算数运算 文字方块控制项的文字资料 超过所设定的宽度的时候 就是用多列的方式的时候 要把Martin9的属性设定成处 比如说Textbox11.Martin9等于处 那Textbox11就是多列的 好设定文字方块控制项的文字资料 所输入的字元时不想显示 你用键盘输入的时候 改由所设定的符号 比如说信号取代 这个属性叫password character 好我们几个范例如Textbox11.password character 等于双引号新号双引号 好一定要加一对双引号 将文字方块控制项 readly only的属性值设为处的时候 表示文字方块控制项的文字内容 不能更改 就如同使用我们的标签控制项一样 譬如说Textbox1.read only等于处 它就像标签只能显示 不能输入资料的 好我们使用一个实例来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所讲解的内容 在表单上安排 安置三个按钮控制项 第一个按钮控制项 名称叫姓名 按下这个按钮 在文字方块 依控制项里面 靠右对齐方式显示间入的姓名 第二个按钮名称称为电话号码 按下这个按钮 在文字方块控制项2的地方 以至终对齐方式显示 进入的电话号码 第三个按钮名称叫结束 按下结束就结束程式的一个执行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 文字叫练习 当我们按下去 譬如说我们按下姓名 好就会显示我们的姓名 按下电话号码 就会显示这个人所建立的电话号码 按下结束 结束程式的执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一开始 formal load里面 我们改变我们的表单的标题文字 不能写form medium text 记得medium text等于双以号 练习双以号 就把我们表单的标题文字 改为练习 好按下按钮 产生VTName Click这个事件 好首先呢 TSTName就是文字方块的text 等于吕家华 然后TSTName.TextOnline 好它只有情况 只有三种 Lapt right跟我们的middle 好那我们horizontal alignment 就是我们靠左的方式来对齐 好那第二个按钮呢 好我们是按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 VTN Telephone Click 好我们先建立 在我们的文字方块上面显示什么 TSD TL.Text等于双以号01-21234567双以号 好那对齐的方式呢 TextOnline 好它是我们的horizontal alignment.center 好就是我们的至中对齐的 好我们说按下第三个按钮呢 就会呼叫谁呢 VTN End Click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程序是end 结束我们程式的一个执行 好那下一个讲次呢 我们探讨输入以输出控制项建立以函数应用 Part 2 我们只要讲的单元就是我们的输入跟输出的对话方块 输入的对话方块叫Input Box 输出对话方块叫Match Box 还有实力的探讨 好那这个讲次呢 我们介绍输入跟输出的一个控制项 也就是我们介绍只能用来做输出的叫标签控制项 可以用来做输入跟输出叫文字方块控制项 那如果你介绍标签控制项既有超连结 叫超连结标签 那下一个讲次我们继续要探讨 就是也是讲在输入跟输出的 有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是Input Box 从输入资料 那输入资料还提供一些信息 还有按钮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输出信息 就是Match Box 欢迎各位同学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 再会